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配置RRPP 首先介绍一下RRPP的应用场景 在成语网和企业网的网络规划以及实际组网应用中 大多会采用环网结构来提高网络的可靠性 采用环网结构的好处是 当环上任意的节点或节点之间的链路发生故障时 都可以将数据流量切换到备份链路上 以保障业务的顺利进行 但采用环网结构同时也会带来广播风暴的问题 目前已经有多种协议可以用来解决环路广播风暴的问题 但是在环网中当故障发生时 数据流量切换到备份链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如果收敛时间过长也会对业务造成影响 为了缩短收敛时间 消除网络大小对收敛速度的影响 华为公司开发了专门应用于环网保护的RRPP写议 相比其他以太环网技术 RRPP具有以下优势 一、收敛时间与环网上节点数无关 可应用于节点较多的网络 二、在以太网环完整时 能够防止数据环网路引起的广播风暴 三、当以太网环上一条链路断开时 能迅速启用备份链路 以恢复环网上各个节点之间的空气线 下面我们以右边的组网图为例 介绍一下RRPP的配置思路 这里Switch A、Switch B和Switch C三台交换机 构成了一个环形组网 具体的配置思路以下 一、创建RRPP域和控制纹烂 为后续配置RRPP环做好准备 二、将RRPP环上需要通过的纹烂数据 映射到实力一 这里包括数据纹烂和控制纹烂 为后续配置保护纹烂做好准备 三、配置设备上将要加入RRPP环的各个接口 使其可以传输RRPP环上需要通过的纹烂数据 并去使能与RRPP相通通的功能 例如STP功能 四、在RRPP域中 配置保护纹烂并创建RRPP环 将Switch A、Switch B和Switch C配置为RRPP环的节点 其中配置Switch A为主节点 Switch B和Switch C为传输节点 五、在各个设备上使能RRPP环和RRPP协议 使得RRPP功能生效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具体的配置步骤 首先我们配置Switch A 创建RRPP环1和环的控制纹烂20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每个RRPP环配有两个控制纹烂 分别为主控制纹烂和子控制纹烂 配置时只需要指定主控制纹烂 设备会自动把比主控制纹烂 地值大1的纹烂设置为子控制纹烂 然后创建允许通过的数据纹烂100到纹烂300 配置STP实力1 面试控制纹烂20 纹烂21和数据纹烂100到纹烂300 将即将加入RRPP环的GE0-0-1接口 配置为创作类型接口 免许数据纹烂100到300通过 并去使能接口的STP功能 将即将加入RRPP环的GE0-0-2接口 配置为创作类型接口 免许数据纹烂100到300通过 并去使能接口的STP功能 配置RRPP环的保护纹烂 创建RRPP环并使能RRPP环 最后使能RRPP写意 第二步 配置SwitchB 首先创建RRPP环1和域的控制纹烂20 创建允许通过的数据纹烂100到300 配置STP实力1 面试控制纹烂20 纹烂21和数据纹烂100到300 将即将加入RRPP环的GE0-0-1接口 配置为创作类型接口 免许数据纹烂100到300通过 并去使能接口的STP型 将即将加入RRPP环的GE0-0-2接口 配置为创作类型接口 允许数据纹烂100到300通过 并去使能接口的STP功能 配置RRPP环的保护纹烂 创建RRPP环并使能RRPP环 最后使能RRPP协议 第三步 配置SwitchC 首先创建RRPP环1和预则控制纹烂20 创建允许通过的数据纹烂100到300 配置STP实力1 面试控制纹烂20 纹烂21和数据纹烂100到纹烂300 将即将加入RRPP环的GE0-0-1接口 配置为创作类型接口 允许数据纹烂100到300通过 并去使能接口的STP功能 将即将加入RRPP环的GE0-0-2接口 配置为创作类型接口 允许数据纹烂100到300通过 并去使能接口的STP功能 配置RRPP环的保护纹烂 创建RRPP环并使能RRPP环 最后使能RRPP协议 接下来点试一下在真实设备上 如何进行RRPP配置的操作 登陆Switch A进入系统视图 创建RRPP域 创建域的控制纹烂20 这里只需要指定主控制纹烂20 设备会自动将违赖21设计为此控制违赖 创建允许通过的数据违赖100到300 配置STP实力1映射控制违赖20 违赖21和数据违赖100到300 将即将加入RRPP环的GE0-0-1接口 配置为创作类型接口 允许数据违赖100到300通过 去使能接口的STP功能 将即将加入RRPP环的GE0-0-2接口 配置为创作类型接口 允许数据违赖100到300通过 去使能接口的STP功能 配置RRPP环的保护纹烂 创建RRPP环 配置Switch A为环一的主节点 使能RRPP环 最后使能RRPP协议 登附Switch B进入系统视图 创建RRPP环 创建环的控制违赖20 创建允许通过的数据违赖100到300 配置STP实力1 应设控制违赖20 违赖21和数据违赖100到300 将即将加入RRPP环的GE0-0-1接口 配置为Chunk类型接口 允许数据违赖100到300通过 去使能接口的STP功能 将即将加入RRPP环的GE0-0-2接口 配置为Chunk类型接口 允许数据违赖100到300通过 去使能接口的STP功能 配置RRPP环的保护违赖 创建RRPP环 配置Switch B为环一的传输节点 使能RRPP环 最后使能RRPP协议 登陆Switch C进入系统视图 创建RRPP域 创建域的控制违赖 创建允许通过的数据违赖100到300 配置STP实力1 配置STP实力1映射控制违赖20 违赖21和数据违赖100到300 将即将加入RRPP环的GE0-0-1接口 配置为Chunk类型接口 允许数据违赖100到300通过 去实能接口的STP功能 将即将加入RRPP环的GE0-0-2接口 配置为创造类型接口 允许数据违赖100到300通过 去实能接口的STP功能 配置RRPP域的保护违赖 创建RRPP环 配置SwitchC为环一的传输节点 实能RRPP环 最后实能RRPP协议 完成以上配置后 RRPP功能已经生效 在SwitchA上执行 DisplayRRPP Brief命令 查看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 SwitchA的RRPP协议状态使用了 在预议中的主控制为蓝为20 子控制为蓝为21 SwitchA为主环一的主节点 主端口为G0-0-1 主端口为G0-0-2 在SwitchA上执行DisplayRRPP Verbs Domain命令 查看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RRPP环的状态 出于完整状态 关于RRPP的配置就介绍到这里 最后给大家做一部广告 我们将大家关注的问题 以技术贴的形式发布到了技术论坛上 这个论坛怎么上呢 只需要在百度中搜索交换机在江湖 然后随便点击一条 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论坛了 论坛上以故事的形式展现交换机居实的特性 以及有关问题的解决方法 点击这个技术贴的组片就可以进入汇总贴 在这里你可以获取到更全面的信息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